谁看 你拿来 这肯定不是我的报告 这肯定不是我的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不认识 你赶快 你赶快带着孩子啊 你赶快去那儿 追那儿去 滚 别哭了 别哭了 哭得我心烦 张旗达 这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假的 给我推钱 推钱 要不然我把你们所砸了 砸了 退退退退 退退 真的 那个 沈闫姐啊 这钱我给你先垫了 但是 你也得跟孩子 做一次亲子见丁 什么 我也要做亲子见丁 这是我亲儿子 我为什么要做亲子见丁 就您这暴脾气 不是 我说您在古代 肯定这种脾气 就是一女侠 你 像你这种性格 坦坦荡荡 有什么说什么 我张旗达 拍着胸脖跟您保证 我相信你 你跟老钱 绝对没有半毛钱关系 对啊 珊珊姐 要不咱俩打个动 你把这亲子见丁做了 这钱我也帮您垫上 行 行 老 老 老 师傅 早 又熬夜学小说了 没有啊 我 我看书呢 师傅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现在要全面地 彻底地学习去如何做一个认真负责的亲子见丁师 行 那我回头考考你 考考我 我 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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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呀呀 怎么样 简直不可思议 这孩子也不是你的 我 我就说你不会有事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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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你不会有事吧 不错啊 那这 那这 那这孩子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 那这孩子谁的呀 那我们孩子呢我们孩子在哪呢 对对对 首先啊 把我们俩在备用结了 哦 那必须的 其次 想办法搞到那个老钱的样本 什 什么 什么样本 张细达 回答 首先呢 肯定有血液 还有牙刷 指甲盖 头发五根 带毛囊的 带唾沫的烟头 还有口香糖 这些应该都可以提取到我DNA 那就是了 拿到样本之后 马上跟孩子做补顿 如果孩子就是老钱的 那老钱的孩子就是你们的 你们之前是不是差不多时间 在同一个医院里边 一起生孩子 对 我们家附近是有一个妇产医院 我们邻居好像基本都在那生的 是 是 行 赶紧的 拿样本去 拿样本去啊 我先来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太谢谢你们了 谢谢 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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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 你听我说 我真是的 老钱 不是 你 你拿这么多东西我来骗你干嘛 不是 我 我是爱到钱 大叔 你老子孩子 真是在这儿 请我说 你别跑 不 倒下 不 倒下 你听我拿着东西来 赶紧我跟你说 我真是的 跟你说 你 你怎么回事 大学 你真是过来道歉的吗 大哥 我带这么多东西来 我不知道道歉我干嘛 老险 你开这么大厂子 你咋还欺利欺美啊 顾及个人不就完了 这 这 这不就是鲜眼孩的吗 我扔一地 对不起啊 来 我这看你一个个剪啊你 这么大个人了 你说你什么他敢杀你 来 头发五罐 带头发 是 是 你干啥 小八 废话 真给你们毫无想想 是啥 他图成这样 是 老杰 老杰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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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刚才师傅说这个剪材的剪除率极低 什么意思 那颗榴莲糖在老钱嘴里停留时间太短了 加上大胸用手机了一遍遍才放在那个袋子里 所以DNA细胞含量少可能不宜剪除 它怎么不多高点啊 它怎么不多高点 你问我干嘛呀 不拿着呀 别瞎吃 别担心 这二小问题咱们所还是能解决的 你买内饰榴莲非常陷进 灵敏度高 电用时温度控制好稳定性强 所以应该能检测出来 再说咱们宁叔姐多厉害呀 这点事难不倒她 她呀应该还会人工副剪一遍 原来我买的设备这么牛呢 看来我跟她强强联手 请不吝点赞 怎么样 鉴定结果表示 孩子确实是老钱的 你们赶紧通知老钱 带着他的孩子 到中心来一趟 对啊 万一他的孩子是咱们的呢 可是孩子咱们要那么多年 就跟生生的一样 好了好了 你想想 咱们的孩子不也等着咱们的吗 对吧 这种罕见的群体暴走孩子事件 发生在当时医疗条件上不完善的 城中村卫生院 幸运的是 胡珊珊和大雄的孩子长长着 但 所有的家庭 都被这种突如其来的真相 改变了人生轨迹 面对无比心痛的抉择 我有时想 如果不做亲子鉴定 一切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师父告诉我 我们这个行业不是造成悲剧 而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而事实上 有很多的家庭 最终都没有来做鉴定 你还在找那家医院的受害者 那我 不会真的是因为我说的KPI吧 怎么可能 我就在想 这新闻太劲爆了 可以做素材 值得什么 那你这是碰钉子了 就前面这几个人都还好 但是最近开始 好多人都不愿意找回自己的亲生孩子 师父 为什么呀 也可以理解 毕竟养了那么多年的孩子 真查出来之后是换还是不换呢 你看胡珊珊 其实她自己都很犹豫 师父说得对 师父啊 这儿装修得不错啊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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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是您的孩子吧 长得一模一样 给你真像 这不是她孩子 这是我儿子 你就是张希达吧 我就胡珊珊 我们去那边聊吧 好 虽然都是软包 你也看着点孩子 宝贝 妈妈跟朋友说点事 你到那边去玩好不好 快去吧 其实我就是 胡珊珊 我今天不太方便 我改天再约你们好吗 实在对不起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别动我 别动我 别动我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让你带孩子来这个游乐场 对不对 就不听我话对吗 我说话放屁呢是吗 我们回家再说一次 你别动我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你天天往这儿跑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老钱人有点事 你放屁 不是 你干什么呢 打女人呢你还 你是谁啊你 我怎么着 怎么着 我去 胡珊珊 你打死我 你不是说要做亲子鉴定吗 坐 必须坐 走 不好意思啊 还让你们加班 没事 不过啊 我就想问一下 你老公叫大熊是吧 你和他什么情况啊 长话短说吧 就是我和大熊 结婚生孩子之后 我们感情特别好 谁知道隔壁老李的一句话 让大熊心里犯了嘀咕 什么话呀 他说你们这孩子 怎么长得越来越像隔壁老钱了 不会是怀孕的时候 贴着老钱的照片天天看着了吧 大熊还上心了 一天到晚跟我叙叙叨叨嘟嘟囔囔的 还让我承认我跟老钱有一腿 那你们早该来做亲子鉴定了呀 拖那么久 是啊 我心里没鬼啊 可是这事传出去 街坊邻居知道了 指定该怎么想我呢 再说了 孩子长大了 如果知道 爸爸曾经怀疑过自己 指定多伤心 那你今天肯来是强大勇敢 我豁出去了 要不然 一辈子赌不上王大熊那张破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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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